早上好 我是威明 欢迎收看今天7月14号的百革城报 今天一早同样要为你跟进吉隆坡流迭案的消息 不过自从礼拜天晚上发生骚乱之后 你的手机是不是收到了在哪里 哪个地方发生了暴动叫你不要去 或者是避开哪些危险的地方呢 这些当然是流传的假消息 不过攸关公众的人身安全 警方也声称他们没有松懈下来 在流迭广场一带地区展开了24小时的戒备 直到情况令人满意为止 昨天网络传开一段叫人看了都会感到担忧的短片 这段短片中有三名青年被拉出车外遭到毒打 警方透露这些砸坏汽车闹事打人的暴徒 他们是飙车党的成员 受害者是在大约凌晨4点困在时代广场前的车龙时 遭到这些暴徒攻击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警方当时以水炮车驱赶暴徒 但未透露有没有逮捕到他们 摊开今天报纸一看 几乎都是在讲流迭案的事件 唯有在马来报的每日新闻在头版刊登的面积最小 中文报重点放在和谐 而英文报交点在交由警方处理 例如新海峡时报引述首相纳吉的发言 只是该事件应该从刑事角度调查 而不是种族课题 只是奇怪的是 流迭案发生烧乱 以及被刻意炒作成种族课题时 我们的内阁所有部长 除了副裁长阿牧马斯兰以外 就连平常最爱对外发表言论的 内政部长阿牧扎西 副首相慕尤丁 清体部长凯里等多名部长 几乎一个个都沉默的不像话 就连脸说红人阿兹哈也看不下去 他在脸书发文痛批 对这些部长的沉默感到失望 质疑该事件难道太过微不足道了吗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上周五刚过了90岁生日的前首相敦马哈迪 昨天在部落格上写了一首诗 名为马来西亚我的国家 事中感叹政治人物的贪婪 出卖尊严族群乃至国土 如果继续下去 恐将成为被殖民屈辱和被奴役的族群 他指出他已经90岁高龄了 不久后即将离开人世 希望离开的时候能因为民族国家依然崇高 而有尊严的闭上眼睛呼出最后一口气 来看今天的其他最后者新闻 一马发展公司风波爆出 纳吉户头拥有7亿美元的事件之后 目前消息的进展来到针对泄密者的调查 总警长就表示了 要揪出泄露机密消息给华尔街日报的人士 另外针对大马城发展计划招募的合作投资者 一马公司透露目前已经收到40个来自国内外的投资者 对该发展计划的合作意向 这些投资商包括政府的联营公司 大马发展商或者是一些外商企业 分别来自新加坡、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洲 那今天的曾报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